由东华大学育成中心主办的AI人工智慧与智慧物联网技术与应用案例分享 15号下午是在花莲市的一托一文空间举办分享会 而县长徐正伟表示 AI人工智慧以及大数据是花莲县政府目前所积极推动的政策 希望在今天的分享会当中能够了解各单位以及厂商的想法 再与花莲县政府合作让花莲县的AI人工智慧与大数据能够有更完善的推广空间 由东华大学育成中心所举办的AI人工智慧与智慧物联网技术与应用案例分享会 15号下午在花莲市一托一文空间举办分享会 在花莲东华大学教授的分享中也希望这一项计划能够成为东部地区人工智慧的小联盟 希望为在地厂商寻求在各种AI以及物联网应用 如农林、榆木、工厂、自动化等等的解决方案来做服务 我们这个计划它是人工智慧、智慧物联网的 英文的话就是AI和AILT的这个产学技术联盟 简称小联盟 各位可能听过 就是科技部的产学小联盟 那它的这个角色是有点像这个中研院的这个人工智慧的学校 中研院它其实现在有办所谓的人工智慧学校 北中南都有 那东部没有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有填稍微填这个空隙 这样我们角色是类似人工智慧学校 但我们不只人工智慧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加入智慧互联网这样 那甚至其实我们学校 公学院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老师 其他领域老 相关技术老师 可以也都有加入这个联网这样 县长许正伟表示 AI人工智慧以及大数据 是花莲县政府目前所积极推动的政策 希望在分享会当中 能够了解各个单位以及厂商的需求 为花莲县的智慧城市 有更完善的发展空间 那现在这个5G从我们的这个通讯网路 电信公司开始开台以后 5G开台以后 所以现在整个5G啊 无论是资费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尤其如何从我们现在的 这个很多的周围城市跳到5G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知道5G 它必须要有个大幅宽 还有一个物联网的大运气 另外是我们的低延迟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推动 智慧城市很多的自通讯 它链接起来很需要的 很需要的 所以那花莲县政府在这几年 无论是我们智慧观光 智慧交通 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都不断地在推 AI人工智慧以及物联网 被称之为产业小联盟技术合作计划 希望能够透过人工智慧 以及物联网的核心技术为主轴 以跨领域合作的模式 针对台湾东部农业应用 长照医疗 观光休闲等特色产业 厂商与机构 以及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团体 进行协助与服务 设立为东台湾在地的人工智慧物联网应用发展中心技术研发的平台 提高花莲各产业在网路上发展的里程碑 记者林杰花莲师采访报道